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最直接能让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 就是办事大厅 昨天记者在沈阳市黄谷区政务服务中心 用随机暗访的方式 记录了办事人的体验 70岁的孙阿姨 今天来为企业缴纳个人所得税 只有财务那块镜头 宋阿姨把工作人员的指导 分十几步记在了纸上 来自牡丹江的王先生 把母公司落户在沈阳 今天来办理企业更名 王先生的同事之前在电脑上 没能查到牡丹江子公司的股权信息 今天他亲自赶来 如果还是查不到 王先生得返回黑龙江 这让他很焦虑 半个小时之后 工作人员通知他 信息查到了 不到十分钟 手续办好了 52岁的赵先生要办理企业注销 之前员工办理过税务手续 今天他自己来办理工商手续 一大堆文件 看得赵先生有些头晕 他不知道 现在办理企业注销 已经简单了很多 就用了这一个件 这一个报纸盒 还缺了 它有一个通知署 就三样东西 对 这通知署还缺一片 来一查 你告诉我 我缺一片 往我又去上税务 税务非常快 查底了 查完以后 确实忘过了 马上又给我打出了一张 啊 没办法 没办法 今晚到25号 窗口办理 请 请 请